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安热区基金一路北二高桥下附近的路口 昨天中午发生了自来水爆管 人行道车道出现破裂 水淹路面影响通行 大马路上水流不断从地域涌出 水势又急又猛 经过车辆建起阵阵水发 基金一路瞬间成了小溪流 事发在安热区基金一路和北二高交叉路口 21号中午左右 一条大约150公分口径的自来水输出馆 不明原因突然爆裂 大量自来水外漏 当地里长就担心 会造成里内用水问题 基金一路112向110弄口水管临时爆裂 然后可能会影响我们在地的住户用水情况 我们希望自来水公司尽快修复 让我们民生用水不受影响 警方到场摆设三角锥指挥交通 水公司也立即派员将止水罚关闭 找出原因 自来水公司已经找到漏水处 机具都已经进场抢修 预计21号晚间就会修复 至于破管原因还要再调查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东岸商场的争议风波越演越烈 甚至坊间已经传出了要罢免金融市长谢国良的声音 对此国民党金融市党部主委吴国胜也挑明 市党部已经拟定反制作为 将针对几位民进党金融市议员进行罢免 东岸商场争议风波越演越烈 甚至坊间已经传出要罢免金融市长谢国良的声音 对此国民党金融市党部主委吴国胜也挑明 他们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市党部也已经拟定了反制作为 将针对几位民进党金融市议员也进行罢免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民调 谢国良市长执政这一年 我们患然群众 对他的满意度高达八成五以上 接近九成 只有八成 百分之八 是不满意 是不是林又昌市长 妒忌这样的一个成绩 前的市长看现的市长做得那么好 透过这种抹黑的手段要来罢免 那么各位都知道我这军人出身了 我是绝对不会去主动攻击别人的 国民党也是 但是缓急节目所乱 我跟各位报告 我正规划 要积极来反制 罢免金融几个 民进党的议员 来作为这个不合理的一个出口 为了再次把东岸商场产权争议 再向社会大众说明白 说清楚 避免被抹黑 国民党机动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国民党副发言人于庆伟 以及机动市长谢国良 和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简隆中 一起在台北举行记者会 除了回应罢免市长谢国良的事情之外 市长谢国良再次强调 东岸商场点交 会有今天的产权争议 就是当年前市长林又昌 刻意不登记的结果 因之所以有产权的争议 全部都是如刚刚简律师所说 前市府故意不登记产权 在市府的名下 建筑师工会最近也跟我表达 一般惯例 建始造 尤其是始造取得后 一般来说 一个月内就要完成产权登记 才是正常的常态 然而是林市府 却多年没有完成 才会造成今天一切的产权争议 不是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那在主张25亿的产权属于他们的就是林又昌 刻意不登记所造成的结果 然后他不但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或者是说轻描淡写的说了 然后反而说我在拉K 各位你看我像拉K 所以我会笑一笑 好 说谢谢 好 那我 应该是说 肖美琴副总统 穿内的这个事情 我想跟大家说 支持本土的品牌 是好事 我也支持 但是 这根把25亿的市民财产给了这个本土品牌 这个是两件事 另外市长谢国良也再次澄清说明和微风百货签订权利金 到底是前市府收的比较多 还是现在市政府签订的收入的比较多 要看总收入而不是单看个别科目 事实上在林市府任内十收的权利金 就是5050左右这个金额 所以如果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大概他的固定权利金就是5000万 但是变动权利金永远是零 永远是零 那这个是一个他们很巧妙的会计方法 所达成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应该要看总收入 而不是去看哪个科目谁比较多 我们所得到的实质的金额 并没有比他少 但重点是不是他们所说的1500万 现在可能开始他们会比较少提1500万 而不会去再提到他们说我们只收到1500万 我们事实上就是收到比较多 事实上连民进党的图卡也开始寄 把我们的各种全力金计算出来 然后再跟5050做个比较 但是忽略掉媒体通路的部分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不是1500万 是5000万加1000多万的媒体通路全力金 而针对当时点交东岸商场时 为什么不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 再进行点交呢 律师简隆中强调市政府的合约对象 也就是房客是大日开发 而不是Net 房客大日开发没有说不走啊 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中 大家到法院就可以说清楚 所谓Net律师当然他拿出了所谓的所有权状 认为市府只有1楼跟地下1到4楼 那为什么市府没有2、3、4楼呢 这个部分刚刚市长也讲得非常清楚 事实上我们跟大日的合约 是在大日营运期满之后 也就是所谓的109年的12月31号 就要移转给市府 也就是那个时候市府就要去登记了 但那时候的市府没有登记啊 而那时候的市府是谁 是林佑昌 所以你要秀出说 为什么市府没有楼上的2、3、4 那应该去问林佑昌为什么不登记啊 那个时候是市府应该登记的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虽然他们的律师说 这个房客如果不走 你要透过强制执行去点交啊才对啊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 但我们的房客是谁 我们的房客是大日耶 大日没有不走啊 他要理清这个事情喔 大日从头到尾没有不愿意点交 他没有不走喔 不走的是谁 不走的不是我们的房客耶 所以怎么可以援引说 啊房客不走 你应该要走强制执行程序 基本上就是一个路人甲 占用了你的土地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太一样 但我也坦白讲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我觉得法律毕竟比较专业喔 在媒体放来放去 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大家到法院去说清楚 我觉得会比较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郑文婷召开记者会 質疑市政府注点法律团队的评选 采限制性招标 質疑现任东岸商场案委任律师 及得标律师事务所 都是量身定做 要求市长回应 到基隆市政府 在113年度的一个标案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用谢国良市长 你现在委托他来做诉讼 到底是用我们基隆市人民的纳税钱 也就是我们市库的钱 还是由你谢国良市长 自己出钱委托他来做 所谓的诉讼上的一个争议 手里拿着市政府招标文件 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郑文婷召开记者会 113年基隆市政府注点法律团的一个 招标案 那据了解呢 只有一家的一个律师事务所 来参与评选 而这家律师事务的名称叫做 盈瑞律师事务所 那该所的一个所长 就是大名鼎鼎的简容中律师 而这位简容中律师到底是谁 他过去其实就是谢国良市长 在竞选市长的时候他的发言人 另外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一次 在基隆市府当中跟东岸争议的 这个法律的聘用的一个律师 我想就是这么刚好由谢国良市长 聘用的这样一个律师 刚好也是过去我们他的市政的一个团 市政竞选的一个团队 刚好他就获得这一次市政府 在113年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标案 我想各县市政府都有设置所谓的一个法治科 也有法律专业的人才 甚至还有我们的一个律师咨询的一个管道 其实正常来讲 如果遇到相关法律案件 应该就个别的部分来聘请相关的律师 来做所谓的法律上的一个诉讼 然而谢国良市长又创下了台湾有史以来 第一次的一个注点法律的一个咨询的一个系统 而这一个系统呢也是谢国良 同时刚好就是谢国良市长的一个亲信 这不禁让我们怀疑 这样的一个招标案是否量身定做 来由他的亲信来做所谓的一个得标 再者简容中律师他提出的简报资料里面 大辣辣的写着在地生根迈入第10个年头 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公司事务所的设立资料 104年6月他才设立这一家事务所 这家事务所到今天为止还没满9年 可是你却说你已经迈入第10年 那你所谓的在地生根你的事务所也只登记在台北市 跟新北市的系统 你完全没有登记在基隆 你也没有在基隆设立律师事务所 你谈什么在地生根 难道在异地生根 这才叫做在地生根吗 因此我们认为谢国良你这样的一个标案 刻意的在过年前廉价的前一天你才做公告 规避法律让大家无法知道有一个公开的标案在进行 实际上进行公开招标只有三天 然后你就为了你自己的亲信 为了你的自己人量身定做 这是非常不恰当的一个做法 基隆东岸商场争议持续延烧 市长谢国良和律师简容忠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开记者会 市议员张浩翰、郑文婷提出了看法 谢国良市长在前一阵子跑到立法院来召开所谓的相关的一个记者会 结果今天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 继续来召开这样的记者会 我想你到底是国民党的市长还是基隆人的市长 这件事情让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及我们的市民感到非常的混淆 然而接下来他又说要追究前朝德政 不好意思谢国良市长我必须要讲 从你在前年12月25号上任当天 你就似乎想要跟新竹一样来挖掘基隆的大秘宝 然而过了整整一年以上的时间 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然而在这段期间 基隆市的重大建设 因为你的一意孤行 所有的建设完全停摆 那你还要这样继续执迷不务下去吗 面对民进党议员质疑 市长谢国良提出回应 如果不编这个律师费 价值二十几亿的市府财产 市民共有的财产 就要落入民间企业手中了 我再说一次 假如我不请我们的法律 专家跟代表 来维护我们的产权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损失我们25亿的市场 所以这个事情是绝对必要要做 而且会坚定的捍卫全体市民的财产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而针对外界质疑 东岸商场点交当晚 出现黑衣人破门而入 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与交通处警察局等单位 透过直播的方式公布影片 还原当天的真实情况 希望物扭曲事实 哈啰 大家好 我们先等一下我们直播的观众 那我们今天是主要跟大家说明 东岸的这个黑衣人破门而入的这个事件 我们要透过这个场直播 来跟大家还原一下现场的真相 我们先等一下各位观众朋友 针对东岸商场接管 遭到外界质疑 出现黑衣人破门而入 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警察局第一分局长林昭策 特别开直播 还原当晚情况 甲方得进行收回土地 建筑物还有各项的设备 以防不得有利益 这是按照当时的合约内容 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程序作业 并且我们交通处的同仁也在现场 有宣读我们的这个公告 也有张贴公告 并且执行我们相关的一个公务 还有围请锁驾来进行开锁的动作 那全程我们有都有录影 并且并没有发生任何的肢体碰撞的事件 公务人员也是依照当时的招标的合约内容 来执行公务 来收回市府的资产 然而却被有心人士操作说是强盗 这种说法其实相当的离谱 而且夸张 我想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再度强调一次 就是这些现场并没有所谓的黑衣员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执法者 还有公务人员 以及在现场要进行点交的新业者 也就是微风百货公司的楼馆 他们完全都没有参与执行公权力的过程 而黑色西装如果说我们有去百货公司 我们就知道这些就是这些楼馆的标准制服 如果不穿黑色西装 难不成要他们穿白色西装吗 这有点离谱了 分局长林昭策说 当天接受请求行政协助 警察局派出4名制服员警 4名便衣搜证的警力道场 全程都有对方的委任律师在场搜证 分局有接获金融市政府交通处请求 针对本案来执行行政协助 为防止危害以及维持现场的秩序 所以我们就派钱简历来执行 那我们在现场规划的是市民制服 市民的便衣搜证的警力 有我同久的人 那因为后来有民众报案说该出 又纠纷 所以我们勤务指挥中心 才又指挥我们线上的六名制服警力到场资源 那我们在整个执行的过程 我们让对方委任的律师啊 自由的在现场啊 搜证还有发言 均位于拦阻 那整个过程也没有这个发生 这种冲突的状况 也没有所谓的黑衣人在场 以上说明 基隆市政府强调公务员依照招标合约内容 执行公务回收资产 却被有心人士操作是强盗扭曲事实 希望透过直播还原当时的真相 记者黄烧铭基隆报导 拿着只有正式开议时 议长可以拿的议事锤 就给他轻轻的敲下去 不止小朋友开心 连老师都在问 敲下去真的有声音吗 元宵节快到了 刚好市区一所幼儿园 大约60位小小朋友 在园长和老师带领下 特立到基隆市议会议事厅参访 体验当议长以及议员的感觉 议长童子伟特立送灯笼 给小朋友们庆元宵 也开心的和每一位小朋友合照 更欢迎各级学校到市议会参访 从小扎根民主是非常好的公民教育 今天基隆市议会的议事厅 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热闹 我们小太阳幼儿园来议事厅参访 那我们非常欢迎 也非常喜欢各位小朋友 那我刚刚问大家说 大家喜欢来吗 好玩吗 大家都说好玩 那刚好元宵节到了 我们就送给大家 每一位小朋友一人一个灯笼 那来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那我们也欢迎各级学校都可以来议会参访 从小就扎根民主素养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民教育 我们就任以来我们也全面开放 让我们的这个包含我们开会的期间 也可以欢迎大一点的小朋友 也可以来直接参观这个议会的过程 不带张智的吵架 我想这就是一个民主的培养 那我们民主从小扎根 那今天看到从两岁的小朋友就可以来 哇 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灯笼 送给我们全市幼儿园的小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元宵佳节的气氛 谢谢你娘 元宵佳节快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dreams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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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咖神尼,街人佛國神鳳廟,歡迎大家新春尖丁地坑,我們料提供 這次博文博仔口丁丁地坑,歡迎大家新年來吉人,讓你平安在我們攏中來 主要非白咕! 有家的一段下禮拜可,我可以幫我們家打掃一下,一下下就好,真不好吧! 請湯喔! 雇主聘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請核准,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將處於15至75萬發還 我什麼都沒說喔! 並顧外籍配偶工作前,應核對外籍配偶外僑居留證及一親戶籍資料證本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元宵節前夕,市議員張秉均特地到港西國小送給小朋友們花燈,沒想到一下子就擄獲孩子們的心 港西國小幼兒園的小小朋友們,開心的輪流討抱抱是為了哪裝? 原來是基隆市議員張秉均叔叔帶來時下小小朋友們,最愛的庫洛米、美樂蒂以及奧特曼等卡通燈籠,一下子就擄獲孩子們的心 你為什麼喜歡庫洛米? 因為我喜歡粉色跟紫色,所以我喜歡美樂蒂 為什麼喜歡美樂蒂? 因為本來就是喜歡美樂蒂,因為美樂蒂很可愛 港西國小校長也非常感謝基隆市議員張秉均的貼心和用心,帶來小小朋友們的最愛,讓孩子們歡度元宵節 非常感謝我們張秉均一座,在雲霄之前特別帶來可愛的小地燈,讓我們每個幼雲孩子每個人都有一個,而且還有分男的跟女的不同的創意燈籠,在這邊非常感謝 其實元宵節快到了,那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拿著燈籠,那現在其實有很多多樣燈籠,不管是龍年造型的燈籠,圓形的,那秉均也特別準備了卡通造型,尤其是當下小朋友最喜歡的三立歐家族,比如說奧特曼,庫洛米,或者是像是美樂蒂等等的,這些都是小朋友最喜歡的燈籠, 所以今天特別來到了港姓國小,也把這個歡樂帶給了這些小朋友們,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元宵節 孩子們實在太開心了,不斷輪流討抱抱,始料未及,張秉均表示,感謝自己子女和子子,讓他了解到時下小小朋友們,最喜歡哪些卡通人物,才能發想送出這些卡通燈籠,讓孩子們真的開心 請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金融市安樂區基金一路,最近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位女駕駛準備倒車,車輛卻突然往後暴衝,導致6輛機車及2名路人受傷,所幸沒發生生命危險 事故現場,交車保險桿掉落,路邊忽然遭到撞毀,現場零件失散,而就在這之前,交車疑似出現暴衝,當場撞傷2名路人 應該是倒車啊,倒車啊,剛才慢慢的,不然怎麼扁扁扁扁扁扁了 監視器拍下小轎車準備倒車,卻突然加速往後暴衝,當時後方有一男一女正在聊天,直接被撞上 停車嘛,停車然後倒車,倒車然後,一下子就撞到很快就對了 我是要倒車,那是車子突然暴衝,因為我踩著煞車,我不知道為什麼車子會整個往後暴衝 所以這幾年的車子 我看是,應該是2016、17的 女駕駛強調,車輪不到10年,當時她正要倒車,卻不明緣故,往後暴衝 對,我停下來,然後因為我要停號來,就是應該說我車子,我那時候停的時候沒有停號 然後我想說我要倒車,轉一下角度,結果她突然就往後衝 到場之後就是我們先進行交通管制,因為畢竟有傷到女眾,然後通報交通隊 然後等待救護車,來將傷者進行處置 那傷事部分有一個男性的歐巴桑,牙齒有掉落 這起事故,總計造成兩人受傷,熱量機車毀損,傷者送醫之後沒有生命危險 大五輪派出所迅速到現場處理事故,通知拖駕車前來排除 至於真正的造勢原因,仍有帶警方進一步調查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感謝您的收看,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我們再會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但你的節電等級卻只有五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八分滿,濾網定期兩週輕 冷氣設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轉時間,進化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隨手關燈 白天到黑夜,節電不停歇 節電,從我改變 星期一,多多運動走樓梯 星期二,隨手關燈要貫徹 星期三,衣物日曬自然乾 星期四,定期保養勤擦拭 星期五,冰箱秒數認真數 星期六,節電擦坐要使用 星期六,節電天天是好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